最近韩红的评价乔红产来的 哦 那个视频挺好的 那个 韩红的人还比较 政治 在这些人里头啊 我觉得他还比较政治评价的 是 中肯 你知道吧 他也不羡慕也不嫉妒 本身韩红的人就挺让人家 钦佩的 是 乔红产的现象吧 你看现在哈 你就不衰 这孩子首先你看太单纯了 没有雕说过 就跟那个 呃 一块玉似的 是 刚出土 他 不是那种的经过人工培养 哎呦这这么说话那么说话 他什么他都不会说 对 就是 国民女孩嘛 太单纯了 是 知道吧 其实就是说像这孩子现在 参加奥运会去 咱拿不拿冠军我都觉得 他都是冠军 是在心路之中 对他 首先这人他就是个冠军 就他做的这样 现在你看 你 你在这个采访上呢很少碰见这么朴实的人了 是 真诚朴实就是 实话实说 对 不做作 不做作 他也是十几岁孩子在那懂那些 啊 他不像那些人 是 端枪啊 拿吊 是吧 对 挺让人家 喜欢那孩子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其实那张家琪也不错 那孩子也不错 张家琪他妈也评价 乔永禅评价得好 就是不是羡慕嫉妒恨 对 对不对 这个东西你说张家琪好吗 好 清除一栏胜一栏啊 是啊 他不能说就停在你这儿啊 嗯 那你输了就输了 那是 是世道世界的 这个轮回吗 对不对 你不能永远是第一啊 你还有岁数呢 对不对 是啊 就现在咱们老百姓可能心里都觉得小红产应该拿 拿第一 永远拿第一 我也这么想 是 我希望他八十岁还能跳拿第一呢 啊 但是 不太可能 知道吧 所以说就是 就是万一他我觉得 他真是 失利了 失利就失利了 对 一孩子 就是一穷人孩子 啊 他们家都不是说这个 穷人 嗯 是贫困家庭 你想想 是啊 一贫困家庭的孩子 嗯 那出来真是不容易 那都是 在咱们这个社会里头 这种孩子最底层的 嗯 他还不是底层就你了 他是最底层的 你想想家里头 哦 都靠着扶贫呢 啊 能出来 那真是 老百姓呢 一个是 高兴 对 一个是辛酸 其实 你看老百姓都 都喜欢 青红茶 其实有 有很多都是酸醋 而且我觉得 也佩服他这种 敢于吃苦 敢于拼搏的 有精神 老百姓仿佛吧 都感觉是 自己的孩子 嗯 因为 草根占大多数 反正 那孩子 你看 我觉得他 他要拍什么电影的 山楂树之类的 你像他这个 嗯 那真比那些演员 拍的好 啊是 你看那 咱说的话 有点傻乎乎的似的 啊 什么都不明白啊 啊 就是就是这样 姓哥 姓哥谁啊 人家问他姓哥吗 啊 他的张口 姓哥 姓哥谁啊 特单纯 对 这种孩子就是 特让人喜欢 是 真的 真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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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